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慢点慢点慢点 奶奶看了花得怎么样 最棒的 第一 这可不行 这有个坡你看见没有 这得下 查理 查理看谁回来了 查理 小姑父下班了 下班了 怎么样 跟奶奶在一块玩得开心吗 开心 小姑生气了 爸爸真在训小姑呢 是啊 小心点 您的老婆也太不懂事了吧 她想干什么呀 跟谁怄气呀 她是想搬出去过呀 还是怎么着吧 有话说话呀 别在那怄气呀 全家人等着她吃饭 她蒙头大睡 三寝四腰的都不出来 搞得全家人都不开心 她到底想干什么 不是我说呀 是太不懂人情世故了 你说她跟她哥 怎么就那么不一样了 她哥比她强百倍 她连她哥这半点都不如 你还要我们怎么对她呀 怎么伺候她呀 寒在嘴里都怕话了 还要怎么样啊 你就看看快去看看吧 看看吧 成了吗 您啊 别生气了 我呢 去给你好好看看 查理 好好玩啊 谁信呢 来来来 查理 来 走 接着走 大大你生气了 我不生气 我才不跟他们生气呢 奶奶跟他们生气 早就气死了 慢点 我就看我们宝贝好 就看你好 好啊 贝贝 快起来吃饭了 你婆婆她们一家人都吃完了 就是你了 来 赶紧起来 馒头吃饭可香啊 来来来 起来了 贝贝 起来 看见了吧 你都来了 他们还只是这一些 人家包了饺子 你不是不爱吃吗 包饺子 包饺子 他们家来个人就会包饺子 多省钱呀 每天的晚饭 除了西饭 就是馒头 除了馒头 除了馒头就是肉 连小青菜都得计算人头 按喝百 家里吃的鱼啊 都是她爸爸从池塘里面钓出来的 你说这家人也太空门了吧 连牙膏皮子都舍不得甩了 我要是把它给扔了 我妈非得把它给捡回来 挤巴挤巴再用两回 唉呀 你说这跟捡了 竟有什么区别啊 开始胡说八道了啊 人家这叫节省 你没有明白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 这要闪婚的是你 要嫁进来的也是你 现在这道受不了了 你早干嘛来着 不行你们俩就搬出去住 我也想搬出去啊 可是她不同意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她就会向着他们家人 又来了 又来了怎么了 看到没有啊 我妹妹就是这个脾气 你既然娶了她就得体谅自己 照顾我自己 我还不照顾你 她头看起我脖子上了 真是你脖子上呀 你就最喜欢看到我吃虎了 你看到我在你们家受恋 你就做一头快了 你家今儿来人了 我给你吵架 我给他 我给他 过来 说句不好听的 你们俩当初闪婚的时候我就是反对的 我根本就没有看好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可是你们过了五年了 我对我妹妹还是很有信心的 可是你做得怎么样呢 五年来我的父母没有登过你们家的门 逢天过节你去我们家 他们也不让你进去 你就这么一直僵持着呀 我说哥 你说这事能怪我吗 我该做的我全都做了 你说我每次出差回来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你们家看一看 给老人家买一点图特产 刮风下雨的 我哪次没去 还有就是逢年过节的 我也是第一时间呢就跑去看我 平时呢我这电话短信 我也没少发没少打 我就想着大家沟通沟通 以后这关系不就慢慢融洽了吗 不是这五年了 最后结果怎么样了 我不是被拘职门外 就是没好话 现在我也想不开 他们呢就是觉得我没有钱 觉得我当初跟金贝结婚的时候呢 就是问你们家钱去的 是吧 可若不是那样人啊 我也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他们现在不就盼着我跟金贝离婚呢吗 胡说 你永远不要指望老人家给面什么态度 他们之所以正 你肯定有做得不足的地方啊 我也不想插手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我只是希望我妹妹能够过得好一点今次而已 如果不行赶紧散播 没什么大不了的 来 来来来来耍个裤子 动作呢 姐 你还真去 你还真想给那孩子抱回来呀 来来来来 都到门口了先去看看呗 我是被这死亚的给气死了 不去还行啊 奶奶你看我 我看你太棒了 哎 那是不是鼓松她妈呀 哎呦 还一个孩子呢 真棒 看看姐走 走走走 哎呀 哎呀 这不找爱妈呢吗 哎呀 看看行了 看看就行了 孩子 姐 你看 她跟她奶奶不重要 就是走走走 哎呦 怎么办 哎呦 过来 爸爸 你能不能听话啊 听话 这孩子真是太招人喜欢了 太可爱了 查理啊 这样好不好 今天就不太好 就别回去了 就跟奶奶住这儿 奶奶等下次吧 我还是跟爸爸回去吧 哎呦 你瞅你 你爸爸哪那么好啊 就那么离不开他呀 来 拿着 来 给我爸住手 阿姨 嗯 这贝贝太任性了 要是有什么 做得不周的地方 您别太往心里去 我那么大的人 能跟他一般见识吗 没事呢 没事啊 鼓励啊 你送送他们 不用了 不用了 查理 跟奶奶再见 奶奶再见 没事就过来啊 奶奶想你啊 嗯 嗯 哎呦 好了 走吧 走了 我们走了 阿姨 哎 我叫你 继吧 没人 organization 不小心 我叫你 别别别别地 重心 再问你 districts 我叫你 干什么呀 干什么你就那么不爱理我呢你 不是不爱理你 我怕我说错了话 到时候又惹您不高兴惹你不痛快 那我还不如不说呢 你猜我今天去哪儿了 我去谷家看见你儿子了 真的 你看你看你看 一提你儿子瞅你这精神劲 你妈算什么呀 妈 你也是当妈的 我的心情你还不能理解呀 我理解 我太理解了 你以为你这儿子就在你身边快乐幸福啊 我今天可是亲眼所见 人家跟谷风他妈玩的可开心呐 你没上去打招呼 招什么招呼 他好不就得了吗 打什么招呼啊 我跟你说你别瞎操心了啊 人家过得挺好的 整天乐呵呵的 你看看你 整天惨兮兮酷疤疤 对什么都没兴趣 我跟你说你再这样下去 你的身体就要滑了 这样要看上去呀 最起码比你十几年龄要老十几岁 你信不信 我不知道你害谁呀 没人心疼你 只有你这老妈心里装着你 我呀 是为你操一辈子心呐 你别不识他一句 妈 妈 你别生气了 刚才是我不好 我脾气太臭 我给你们天里道歉 行吗 这就对了 我说得没错 什么事情都会过去 记住了 女人要懂得心疼自己 行了 看吧 别看太久了啊 是叫养人 妈 妈呢 妈钓鱼去了 我问你 昨天晚上又吵架了吧 一夜都没睡好眼圈都黑了 这两口子哪有不吵架的 你跟我爸不也吵架了 我们才不吵 我说一半吵什么呀 哪像你呀 说话屁又没有 行啊儿子 还给她洗衣服呢 你可真能干呢 哪有男人总干这个的呀 你妈我那一顿衣服呢 你给我也洗洗 洗啊 你拿来我全给你洗 真够怂的呀你啊 你说你尽你给她干 她什么时候给你干点什么呀 她 行了行了 你别又为她辩护了 真让我着急 你说不是妈唠叨 这没有这样当媳妇的 你一天到晚那么累 她怎么不管我你 也不替你想想啊 她可倒好 一天到晚睡得自然醒 太阳不晒壁又不起床 她外头打雷都听不见 就不自己享福 你说一家都小 谁有她这么享福啊 傻了吧唧的 话都说不清楚 妈 妈 妈 你都看见了吗 还喊什么呀 这孤立太不像话了 一晚上没回来呢 你昨天喝多了 我忘告诉你了 小查理病了 她在那照顾她 所以没回来 照顾孩子 别跟那韩俊生 照顾到一块去了吧 你说什么呢 不是这孤男寡女的在一块 她能有什么好事吗 我说你这脑子都想什么 能不能想点好的呀 就这乌七八糟的呀 我问你 你是不是做什么生意 他有五十万的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我跟你说 这什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给我让开 我跟她说呢 什么 我刚才看见你们那个朋友了 她都告诉我了 是不是啊 是什么 是不是我跟那朋友啊 投资点这个养殖的项目 是不是没弄过 又又又 又又不会算你 那个股峰已经替我还了五十万 你干嘛你又来了 你又来了 又来了 你别动 你别动 你干什么你 干什么你 你一会儿说啊 你别动啊 你别动啊 你别动手 哥 你别动 你别动 你别动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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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晚上没回来 你别动手啊 你别动手啊 我说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说 你不要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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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吃早餐的吧 妈 出什么事了吗 你坐下 边吃边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还赶着回去上课呢 那课有什么好赏的 现在教师队伍多庞大呀 少你一个不少 多你一个不多 再说你要腾出位子来 让别人就业 那还真算积德了呢 点点工资够干什么的呀 咱们也不是靠工资 吃饭的人呐 我这家剧场可是缺人呐 再一个你爸 也需要你去帮忙 是不是 是不是 是 我是需要去整帮忙 你妈 也希望你盯着我 怕我搞贪污 存私房钱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我什么时候怕你贪污 怕你存私房钱 哎呀 这继父难当啊 吃饱了 上官去喽 妈 你们是不是又闹别扭了 我闹没闹别扭你甭管 我问你 昨天晚上你是不是跟古丽待在一起 昨天小查理不舒服 送他去医院 他搭了把手 怎么了 还怎么了 今天一大早 他那个丈夫叫什么叫老四 一早就来电话了 那话说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说让我警告你 别再勾引他老婆了 还说小心人头落地 你说算什么东西啊这 这怎么哪跟哪啊谁供应他老婆了 所以啊 这家人不能来往啊 那是什么家庭啊 你妹妹还嫁到他们家去了 真是的 我是不同意这门亲事 我就等着他们离婚了 早晚得离 不信你就看着 叫我说你们什么好呢 都多大的人了啊 三句话不来就动手了 那感情不都打没了吗 还谈什么感情啊 我跟他还有什么感情呢 早就想离了我 妈 你听见了吗 你听见了吗 我们男人在这个社会上压力有多大 尤其是还态恙他这样的老婆 我怎么了我 你没有一天不抱怨我的 没本事没本事不像个男人 我听了我什么心情啊 爸 你不知道 每次我挣个两三千的我给他 我自己都舍不得花啊 他拿到手里就会说一句话 就这么点啊 你说我听了伤心不伤心的我 我都想把我自个儿换成钱 我给他了我 我能不想的一夜报复我 我做梦都想 你说搞得没有啊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得别人的同情心啊 我告诉你 人家为什么都能挣啊 为什么你就挣不了啊 快看他 你还是没本事吗你 不是我没本事 是你的心飞了 你的心里有别人 你敢跟我离婚试试 我打断了韩军什么的腿我 你打 你敢打 你打给我看个试试 我就打 你敢离婚我就敢打 我打完我让他知道什么叫轮椅 轮椅几条团 我回来我就去打他去 你还以为我真不敢 我连他家住哪儿我都知道 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打吗 我回来 行了行了 闹慌了没有啊 都坐下 老四 鼓励他有毛病 他有他的问题 这个我从来都不探过 但是你今天这样说话 我就不痛快了 什么压力压力压力呀 你少在这儿探什么压力 哪个男人在社会上会没有压力呀 哪个能一帆风顺哪 回到家里就跟老婆好 跟家里人好 那算什么本事啊 做生意赔了赚了 那都是正常的 那就是总结经验教训 哪跌倒哪爬起来 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要打折谁的腿 你还要打断人家韩俊生的腿 你凭什么呀 法麻 那是伤害罪你知道吗 这样下去你们也别过了 也是没法过来 离了算了 但是有一条啊 你要先把那五十万还了 那是你们共同的债务 还了再 再离 爸 还没走啊 司机到现在也不来 这司机也太离谱了 今天还有个展校会呢 做生意哪那么容易啊 整天头都急破了 看你妈 她就看结果 整天攥着钱 总是怕我将来亏待着你们 怕我在外找女人 她也不相信我了 妈怎么不相信你了 她不就是想让我去 接替你的位置吗 这么想有什么不正常吗 可我干嘛要卸这个 我现在还能干呢 她也不想想 你把原来留下的 那个小破家具厂 能发展到今天 我们能住上这样的大房子 那全是我的功劳 我们腿都跑戏了 爸 我有说过要去接替你吗 我知道咱们这个家有今天 全是你的功劳 可你如果真的拿我们兄妹俩当亲生 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我怎么想了 我对你们 我对你们两个还不够好吗 为了抚养你们两个人 我跟你妈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 你让我这个做妓妇的还要怎么做 你妈她就是在防着我 早知道这样 我就该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好 韩老师 真是太谢谢你了 那她什么时候报到啊 行 那我跟她讲 我告诉她 小敏回来了 那行 先吃吧 谢谢你 改天请您吃饭 再见 再见 你这是跟谁打电话呢 看把你高兴的 韩女生 韩老师 多亏了她 要不然你小一家的小子 怎么能进她的学校呢 那天得请人吃个饭 好好的谢谢人 真行 什么样的关系你都能利用上 我真是服了你 你干什么呀 当初我们出国的时候 是你小一家借给咱们那么多钱 现在能帮人一把就帮人一把呗 看你的脸拉的 比驴都长 拉脸给谁看呢你 谁拉脸了 我刚进书回来 都快累得不行了 妈 你以为开个书班那么容易呢 真是搞不懂了 谁规定的啊 在外面工作了一天累死累活的 回家之后就必须有效脸 有这规定吗 我说你要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那你想干什么 你是不是恨我 你离了婚 在国外混不下去了 被迫回来了 你是不是恨我 那你干嘛我一提 这小子你这种 受刺激了 你要是想你儿子你去找他呀 谁拦着你了你去呀 够了 你有完没完呀 我说我要去找他了吗 我说了吗 我说了吗 我谁也不找 我谁都不找 我死都不会去找的 你满意了吧 小年 小年 瞧你现在这脾气 抱成什么样子 妈过的就是你的日子 如果你要这么生活下去 我还不如死算了 我还不如死算了 新鲜的买菜自己家种了 新鲜的买菜自己家种了 新鲜的买菜 真好 真好 我的买菜 多新鲜多新鲜 买点吧 农又重的 你都说现在这农药可多了 没重的 没重的 这都是我们自己家种的 自己家种的 多少钱钱 这个都是一块钱钱 八毛钱钱 八毛 这八毛太别 我都是一块钱 我多买点 多 你把这个全买了吧 全买了八毛钱 查理 你看 你今天在哪里吃饭好不好 你看奶奶这样给你买菜 你吃红烧肉 坐这吃吧 过两天吧 还是跟爸爸去吧 有人愿意吃饭 还是去吃饭吧 这奶奶这不是一样吃饭吗 让你爸自己去你留下好吗 爸都不行 我还是跟他一起去吧 哎呀 你说这孩子怎么就离不开你了呢 哎呀 不要了这菜 你走吧 我熟了 黄妈妈 行行行 不要了 冲里面真死 你哪那么多话呀 你啊 小查理 小查理 你今天怎么来了 来了你爷爷抱抱 来 我打疫苗 这妈妈生都带我来 小姑生气了 她不愿意理我们 她生气了 小查理 别跟爷爷乱讲 俊生啊 你让我说你还好呢 你那妹妹那个臭脾气 就是你们给灌出来的 干嘛干嘛 打我干嘛啊 干嘛干嘛 我该说的话我总是要说的 别乱讲 俊生啊 我知道你妈呀 一直看不起我们家 动不动就说我们家古风啊 是是是骗子啊 把你妹妹给骗了 是吧 谁骗谁啊 那天 你在我家里说的那些话 什么叫做不是自己的家 就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说啊 你这话里有话啊 你那就是摆明了 你这可以挑拨 我们儿媳妇跟我们家的关系啊 你让我们以后将来怎么处啊 行 行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呀 我有话不能说呀我 古叔 我还真没有那个意思 我那天就是看着贝贝那样 我一生气 随口那么一说 随口说的呀 随口说点别的行吗 你这 别跟他计较了 今天 没事 那个赶紧走吧 别吃饭晚了 那行 查理啊 跟爷爷奶奶再见 爷爷奶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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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咳嗽了 你弄点药啊 古叔你别生气啊 我们走了啊 查理 再见 再见 慢点啊 你今天干什么呀这是 怎么了 你愁了疯了 你跟韩清晟说那么多干什么 现在他们家就剩他最好了 你还把他带避罪了 好 咱干什么呀你啊 可不好吗 带着我的孙子天天跑来跑去 他能不好吗 我跟你说啊 我开口跟他要把孩子抱回来 他不肯 他也不给我面子了 你小点生日你干嘛 你想想全世界都知道是不是 什么呀 你干嘛 你干嘛 我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 我干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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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嘛 他都跟我解释清楚 你说我这么吃你的醋吧 我也是在意你啊 是不是 你要是别人家的老婆 你就是处于偷看主 我都不会管 是吧 我干嘛 我干嘛 不生气了 老婆生气了 你看 再泡了杯菊花茶 起来喝一口 消消火 来 宝贝 起来啊 喝一口 来来来来 你干吗 还劝不好了你 老子 你给我添好了 你打完我成功 我不是你那一套 你也不看看 你这是在哪儿呢 这是在我的家呢 你再跑你要照照镜子 你做什么呀 我那也是被你逼急了是不是 这是你先动的手吧 你说天底下的男人 哪个没点脾气 也就是我了 在你们家呆的 我跟个香酥鸡似的 很多都是酥鸡 来 姑娘 你说 我们就给你搬出去住吧 先租个房子 过我们两个人自己的日子 不好骂 你怎么不说那五十万呢 你跟我弟弟借那五十万 你怎么不说呢 你告诉我 你咋做什么谈的 没谈议 姑娘 你看生孩子了啊 再生孩子哪儿像个女人呢 跟男人有什么区别这个 你是不是叫打呀 你打我我也得说 你多大岁 再不生你生不出来了 我就是生 也不会跟你生 气话 你哭了我 我还能哭孩子吗 姐 你要是放牛房子 再有车子 过不了有钱的日子 我死活都不会生的 我很明记得 你挪起来 那打听打听 你要跟谁生啊 你要跟谁生啊 打听打听 你要跟谁生啊 打听打听 你要跟谁生啊 我想跟谁生 跟谁没关系 至少人家比你强 是个男人都比你强 你管得着吗你 你就这么想跟我离婚是吧 对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嘛 你别想了 你这辈子是我老婆 你永远都是我老婆 你跑不掉 呸 呸 你坐着我 干嘛 你跟我说是吧 我会好好说是吧 你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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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去看看吧 古丽和老四又掐起来了 让他们掐 往死了掐 反正我是说了 我不管了 但是有一条啊 先把那五十万还了 还了再离婚 饱子的话甭想 去啥呢 那不是韩俊生送来的吗 我都得记下来 大概多少钱呢 我得心里有数 将来有机会 买点东西还上人家 省得还落下个话坝 好像咱们占任人什么似的 爸 你把自己当外人了 进来还敲个门 谁知道你们俩在我干嘛 快去看看你老婆吧 这气要生到什么时候啊 哥哥来了都不见 我刚才在门口看见他哥 你说这也太不像话了 他想干什么呀 这不是诚心打我们脸吗 让他娘家人一看我们 对不起他欺负他 亏待他了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你说他是做来做去做谁呀 不就是做你吗 本来关系就不好 这么一整就更完了 太不懂事了 妈您就甭生气了 我好好说说他 你说 你有那个胆啊 我敢哪 见鬼去吧你 有时候我跟你爸想想 真想让你们搬出去 那我们就静心了 可是又一想也不行啊 那你不就真成了个废人了 真成了男保姆了 所以我跟你爸就得忍呢 找的这是什么媳妇啊 我心死了 还坐着干啥呀 去哄哄吧 哄谁呀 哄你老婆呀 我老婆我哄 你去哄你老婆 那您得给我做个示范啊 女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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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你刚才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这么对你 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 这些天心里头烦得很 总是控制不住自己 总想发脾气 总是控制不住自己 都说我不好 你别生我的气了 小米 妈知道 你从这心里边记恨吗 不该拆散你跟古风 可是至少有一点 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妈不会害你 可是我也不知道 事情怎么会发展成 现在这个样子 不知道你是为我好 还 这就是过去的事情 今天是我的对 你应该让我发不框 小米 妈知道你这心里 你为什么不痛快 不痛在一个城市 有人知道孩子在哪儿 你躲在这儿 你不能看到 你心里的苦 妈知道 妈理解我 小米 去吧去看看儿子 你看了儿子心就安冷 去吧 你看看那你这心里 不就放心了吗 不行 不能去 不能去看古风 不能去看儿子 妈 真的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这一夜翻过去就翻过去了 我要朝前看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两个人 都要朝前看 老板 都賓 尝尝 О 他 Она 他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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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睡觉了 啊 啊 快起来了 别装睡了 一会儿吃饭 起床 别装睡了 你哥刚走了 差一点就把我给骂了一顿 好像我对你不好似的 你别那么没良心啊 我没良心啊 你也不好好想想 我嫁给你之前过的是什么日子 嫁给你之后过的又是什么日子呀 我摔坏一只杯子 你妈妈就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了 妈妈 我怎么了 我 我赔不起啊 你们整个家我都得买了 你搞清楚啊 韩清贝 你说话不要太过分啊 你再说一遍试试 怎么着 你敢打我呀 算了 快点 你给我站着 你干嘛呀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就这么少你自己温馨啊 干嘛呀 我们好好谈谈 老风 你还真生气呢呀 起来 你说干嘛呀 你有这么强自尊心吗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每天说话之前啊 都得好好的想想 千万没有说错了 千万别又惹着你生气了 可小心翼翼了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啊 我不不认 我不希望我老婆比我有钱 我希望我比我老婆有钱 我希望他们都靠着我 我这不正靠着你的吗 那男子主意 是大男子主意 是大男子主意 可是我问问你 你现在哪个男人不是这么强的呀 除非他没办法就像我这样 我现在是勒死了 也不可能比我老婆有钱了 所以我就认了 你这是认了吗 你这是抗拒啊 你抗拒我对你好 我买一样东西给你 你就要买一样回给我 我们这是夫妻吗 像是客人 我们俩是有约法三章的 你别忘了 那我们就把第二条都费了 我真的收不了了 我要买房子搬出去住 你要是没钱 我出钱 要不然的话 咱各出一半 你不是有五十万吗 别以为我不清楚 那样我接着了 见了谁了 别问 你说啊 我有权利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 你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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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我不问过你 你快说 说 说你爱我 我说不过来 快说呗 好 我说 我爱我妈 讨厌 这点东西别说来说去的 就三块钱你就都拿走 两块五 两块五吧 什么两块五 三块 两块五 两块五 你师父我跟你讲 太不会办事了 你要这样 你怎么能在你这卖了 我就差那五毛钱呢 就这 真是的 以后谁跟 你怎么来了呀 你怎么没说一声呢 来来来 快进屋子 不进不进 我对你们家没兴趣 不进呢 亲家母 谁跟你亲家母 你别亲家母亲家母 你儿子骗子 把我女儿给骗了 我说你今天来干什么来了 打架来了 不是 谁骗谁呀 你这事你得搞个清楚 那是你女儿骗我们儿子 死气白咧的 非要跟着我们 没办法呀 他拆都拆不散哪 你不要把这个事实搞混了啊 你可搞清楚了 我告诉你啊 你儿子多大出息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别忘了他脸上贴金 他跟我们家合适吗 你们家什么家 你五毛钱 刚才跟人家这儿 看半天 五毛钱谁还要啊 掉地都没人 你这话可说的不对了 什么叫五毛钱 掉地门捡呢 这是钱 人民币糟蹋他 那是犯罪知道吗 我也不在乎这 但是我不糟蹋他 说实在的 我告诉你啊 你还别把这个 不勤俭持家的传统给丢了 咱不能负了 就忘了这个 忘了过去的空日子 闪婚这事 我还得跟你说的时候 谁要闪的 你女儿啊 她非要闪的 非要四七八天跟着我们的 你看我们没认 跟儿子都一样 就要掰脸了 都翻了脸了 但是她不愿意啊 所以这事吧 我跟你讲 你就认了吧 因为什么呢 他们两个非要在一起 你拆不散的 都五年了 我也想拆没办法 认命 认命 你就认了 不是 你听着听 你有点教养 你让人也说句话 对 说说说 我跟你说 你儿子呢 就是为了钱 不是为钱吗 我们家有钱 是有钱 不给你 跟你们家一分钱关系没有 知道了吧 赶紧跟着跟着说 算了吧 谁冲钱呢 我们站着你们家什么了呢 站着你们什么了 不为钱为什么 不不 我就是你说啊 就得了 就算了吧 别再插着我们家白脸的 你去白脸的 追着我们呢 不干不行啊 就赖上了呀 什么事啊 你说有这样当妈的吗 我真是没见过 我跟你讲 我今天真开了眼了 你还别说 我跟你讲 开了眼了我 你起来 我有事吧你 菲菲 你干什么呀 你老公是不是 饿了我老公五十万呀